左手借我右手往上 几天风光明内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桃园市长张善震 以及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共同主持名枪仪式 以追火车闻名的 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 今年迈入第八届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率领六位局处长组队参赛 展现市府团队满满的活力 基隆市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们起初每个月都抱着 再再近日心致力的一个循准 在循准里面每一个月都会 突出他们在跑的行动 那起初是一个人投 后来就两个人投三人 我觉得很棒的是 透过这次活动 让我们大家成为一位 对就是基隆市本身 当然更感谢侯友的市长 让我们新北市台北市 基隆市都可以成为一个团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以为可贵的 从一个小家庭变成一个大家庭 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我们今天抱的心是轻轻松松 全力以赴 帮基隆跑出一个好成绩 过程中副市长邱佩玲 也跟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北市长蒋湾安 及桃园市长张善震 担任各自队伍的第五棒选手 由基北北桃的市府团队 一起共襄胜举 参与马拉松比赛 也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 一起追火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